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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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收益率已经没股票那么多 不像一些港股 比如标20% 30% 如果你拿来说的话股票一定跑赢债 恒生指数今年到现在最高就升了3.5%以上 去年只剩100元左右 现在剩400元左右 那腾讯是超高回处 其實如果你拿股票的回報去看這個幫 當然是不合理的 因為其實投資的方向是比較不同的 主要幫助 例如剛才我問我 哪些公司可能會發幫 其實發幫的一些企業 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較重資產的行業 比如說房地產 比如說一些工資產 即是公用庫 還有一些 Infrastructure 鋼鐵方面的東西 因為其實做這些行業 因為你投入比較大 比如說你要房地產 要買地 買地本身是一個非常大的支出 這個需要譬如要把我發行債券 去用一筆錢 去幫助整個公司的財產上 做一些 用一些資產 其實有些人會問 為什麼這些公司 你不會跟銀行借錢呢 因為其實跟銀行借錢來講 是比發債便宜的 即是reflexible一點 因為銀行借錢來講 因為大家知道銀行很多 譬如說中小企業行業 都會找回一些 說要不要開一些公司戶口 會不會跟公司借錢呢 因為其實你知道銀行 銀行都不停地漏你借錢的 銀行和普通的老百姓 平民大還會拿回一些存款 基本的模式 其實它主要是零成本 零成本 相對來說借出來的成本 也相對來說比這些基金 譬如是債券基金 是比較低的 那為什麼大家 有些公司選擇去銀行借錢 就同時會選擇法債呢 其實有幾個主要原因 其實銀行借錢呢 銀行借錢是在街上 就是一般銀行借錢 希望有些project 或者一些 譬如說房地產公司 譬如說你這個地的樓 做一些抵押 這樣銀行就會給一個 相對比較低的成本 會借一些錢給你 有些像我們公樓一樣 公樓一樣 你做這個樓宇案件的時候 你都需要 將一層樓抵押給銀行 那你才會借錢的 那公司如果要問銀行借錢 一般都在這個情況 就需要有抵押品的 是的 一般情況 譬如說銀行政策 香港可能好像一月 譬如說大陸的銀行政策 如果政府不希望房地產 借那麼多錢 那它銀行方面 譬如說法律上有些調整 其實對於房地產公司來說 借一些錢來 是相對來說難一點的 是的 因為政府因為要打壓樓市 基本上現在房地產公司 即房地產公司本身 就沒有人能問到銀行借錢了 相對來說難一點 是的 如果你有一個project正在建立的話 project本身還可以問銀行借錢 但是公司本身就不可以再問銀行借錢了 是的 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麼債券和銀行貸款有什麼不同呢 相對來說債券是一個純順用的融資工具 基本上是Cine Unsecure 這個專業名詞 其實是高級無抵押的債券 即是說他發債券就不需要拿一些抵押品出來的 那學生兩邊都做了 即是說我有一個地 例如我問銀行借錢的時候 我先抵押了一塊地給銀行 然後借一筆錢回來 同一時間都可以用公司的名譽 或者用公司的信用信用去發債券 雙重用資都可以貴一點 但要便宜一點貴一點 其實都是一個不同的工具 相對來說 譬如這個時候借銀行可能會便宜一點 這個時候發債可能會便宜一點 都是基於整個市場在那裡變 因為市場在那裡變 整個政策在那裡變 股票市場太旺 不如直接批股集資 批股最簡單 零成本 而且時間不需要那麼久 又不需要剩下那麼多東西 通常見到公司大股批股 大家都比較害怕 都應該是股市見頂的 其實你看到發債 批股可能將來講股市旺 大家批股多 其實發債其實也怎樣說 雖然是基於這個macro的economics 其實對於這個市況來說 如果市場不太好 譬如說金融危機 0708年的時候 如果你投資在那裡債券 相對來說風險會比較低 因為本身債券本身是第一個 之前也說過是一個避險的投資工具 其實如果你債券 你只要OK 比較看市場不夠好的時候 你照樣拿回頭 相對來說這個回報 就算它沒有回報 例如說1% 2% 3% 可能都跑了一天股票 譬如說損失方面 當然了 如果你看看1516年的時候 基本上你投股市 基本上沒有回報 甚至15年的時候 絕大部分人都會輸 現在這個債券是15年開始旺 15年開始旺 這就明明明什麼意思 1516年債券好 很明顯是跑贏 即跑贏的股市 加上1516年是一個超低息的環境 因為債券的息率和債券的價格 是一個倒置的關係 是的 即是在税率越低的時候 即是同樣的債券 税率越低的時候 應該不是越税率 應該是收益率 不可以用炒這個概念來説 畢竟債券是比較嚴肅的 可能對於油資者來說 可能要看得比較多一些 好像之前說過 其實現在人們炒股票 買股票都會覺得 股票如何可以去做 例如我只是有個輪胎 但是我說三年快樂的車 你買股票吧 你會覺得很大增長 但對於BON賺口服的投資者來說 你現在只有一輪胎 這樣你會起動車嗎 我不知道 我只是要 我根本只有輪胎的時候 有這麼多東西 我肯定希望你拿回輪胎的時候 回來 但你在座上的車當然更好 但我怕如果你輪胎也沒了怎麼辦 所以股票 投资者是看你怎样飞的 债券投资者可能比较粗熟的说话 是看你怎样死的 如果你死不了你还到钱 那是OK的 他不在乎你 OK 所以就似乎债券投资者 和股票投资者 大家在投资品的角度 有多大的分别 分别有多大 其实将来我会保守一点 不如先讲一讲 你始终专业就是帮人发债 不如简单讲一讲 一间公司要发债的时候 有什么程序要做 或者究竟看一间公司是否发债 通常是看哪几方面 是的 其实每间投行为人发债 他的要求都不一样 其实发债最主要是看公司的负责 尤其是资产的健康程度 譬如说你间公司的负责率非常高 大家都不建议你不要发债 你发完债之后 真的不幸地爆锅怎么办呢 其实很难交 因为完全没有抵押品 所以来说整个连锁反应 会比较大 好像2008年的刺激危机 垃圾债包装之后 通过一些包装性比较信用高的债券 谁知道有这样的连锁反应 就整个经济危机 2008年就比较特别 因为之前几年产品太发达 即是结构性的产品太发达 如果工资框不太小 是很难发达的 因为其实 兼且看起来行业 之前发债的行业也说过 有些重资产 比如说房地产最多 房地产 比如说一些基建 起调度可能要钱 比如说你要收购 买电站 要收到一些 要收购的厂方 需要多用钱 这方面 其实发债比较正常 比如说光伏 封电等 因为他们收益比较稳定 收益比较稳定 收电费 每个月坐在那里收钱 又没有什么特别营运的风险 其实本地层能够不够 其实没有所谓 又不可以这么说 本地层能够更够 相对说成本可能会低 所以说这些公司 相对说发债比较容易 比如说 其他例如 大家炒股票很喜欢 都很重复在化物市方面 其实大家看到 医药股 其实医药行业 去市场发债 相对说是比较少的 我可以说是没有 相对说是比较少的 为什么呢 其实一般你发债 一般你帮投资者 都是找一些 比如说 如果你有 你拿多债 你容易不钱去做什么 其实医药 最多都是R&D方面 需要投资者 那R&D这些 就像刚刚说过 你说 你现在只有车 你通过这笔钱 做R&D 可能砌一部车 那当然是好 对于大家来说 但是 有机会 我投资了这个车 你这些医药股 R&D进去 什么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那这笔钱 不是回不了你 相对说 其实每个不同行业之间 对于发债的 就是能不能发到债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 有分别的 相对说 是的 始终就是债券的投资者 就是我持住的债券 未来的公司 多发达都好 其实我收回的回报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是的 这间公司很赚钱 很高增长 他也是给你这么多识谋 是的 那这间公司平均稳稳 即使不打钱 都是给你这么多识谋 都是给你这么多识谋 所以债券投资的选择 就是选择一些 其实肯定是 自己码就算他那样东西 不成功都好 那你说可能房地产的公司 那房地产再差 你看到它建楼 你看到它建楼 是的 你看到它的地盘 如果去地盘 没有开工那么难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都见到 譬如说 这些房地产的数据相对来 透明一点 譬如说 一方面你自己去实际看 那些币的研究 另一方面 他跟整个楼市的政策方面 就是比较容易去预计 你这三年之后 你还钱 就是不会说 就算他未必建楼也好 自己的地盘 或者是他建楼之后 就算卖不出也好 自己的地盘 自己的地盘 就是这些楼 有什么事呢 就是作为债券的投资者 应该也有少少渣纳 而且其实债券的投资者 有一个好处 如果真的还不到钱来说 那这些 你知道邦奥达 譬如说 清公司盘 第一批也是 属于比较最先的那批 在邦奥达方面 是的 因为清一间公司盘 那不要说 不要说 这些事情 大家都不希望这样发生 对吧 那清一间公司盘 应该跟观众解释一下 那个信罪是怎么样的 就是清一间公司盘 首先是哪些人先拿 那一定是银行先拿 就是有抵抵品那些 因为你问银行借钱的时候 你搭地是要来做抵抵品的 正如你破产公楼的 那银行也是先收你一层楼 然后拿出去 就是当有一个银住本 拍卖 还了银行的钱之后 然后剩下那些 就可能还给你其他债主的 那币奥达呢 因为叫做 senior unsecure senior unsecure 所以呢 在unsecure那部分 就是较为优先的 是的 所以就是 银行有collectual那部分 就是债主 拿完了 然后一般的银行就多 就是优先级比较高 就是优先级比较高 但是可能每个情况 可能每个情况 都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 优先级比较优先 那怎么都比股权投资者 就是买股票的人 就会优先 因为其实 说真的 我放这些币套 就是我放这些币套 我放这些币套 月后的币套又不高 那你没有些币套给我 相对而言 那也有个平衡 Risk和Return 就是比较简单的 投资概念 所以就基于这个原因 所以你接触的客户 这类是较为重资产的 因为重资产公司 因为重资产公司 相对外 发债的要求会比较多 而且你发债 其实数码都比较大 你不是说 譬如说 你用一千万港元 那算了 不如你去借银行 你发债的规模不够大 那币套会觉得 你的公司没有实力 发不了债 对于你公司的信心 有差一点 对于你公司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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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 刚才听到的 跟发债的成本 也有关系 因为似乎 似乎 你发责资金额 大也好 小也好 也有一个基本成本的钱 就要给的 所以如果不是 要发责一定大额 到金额 就是如果你的额 对于你发责不够高 你盖成本是不抵的 反而 因为你请律师做一些文件 这笔数其实也不便宜 所以说 你要订定 比如说你发责 你发责一般最低的成本 大概多少 包括什么类型的成本 那一般包括 譬如说 投行的费用 是 律师费用 投行费用 即是贵公司的费用 贵公司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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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根据你的费用 那根据你的费用 譬如说 好质数的商业项收费会低一点 所以说 看回那些投行的 自己内部的政策 如何去订定 所以说 一般的 階段是收多少 这是商业机密 这些商业机密 不要乱说 階段是宽一点 就是 1% 2% 这些我觉得 是 一般 其实正常说 可能收1% 比如说 你花了3年 债如果1% 1% 2% 那你贪回3年 这个数字不是很多 所以说 不是特别多 那这个投行收的钱 那投行以外 就可能 有些律师费用 看律师做一些文件方面 那本间律师行收费会不一样 那譬如说 有些大公司 可能找一些大类的刑 firm 去做 那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 那价格是多少 价格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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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有些成本在 好 这段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次回来 就继续BORN的话题 那在最后一次 我們再谈谈股票 我们下一次回去再见 上一季就有超過650集的財馬預測 一經入圍的朋友就會有專人提供發展基金給你們拍片 咦 那不是還有機會讓我上位?真心補得輸 喂喂 師傅 快點來參加啦